7月15号 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 这场在威斯康星中 密尔沃基市举办的大型活动 到场人数超过了5万人 按照曾经的剧本 特朗普预计将在这场会议过后 正式成为共和党推选的 2024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 然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 经历了枪手行凶的特朗普 恨不得可以说半个屁股 已经坐进了白宫的总统椭圆形办公厅 所以这场共和党大会 可以说将成为特朗普的个人秀 而在这场秀中 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莫过于特朗普的竞选搭档 美国副总统的候选人提名 今天他来了 在共和党大会的第一天 唐纳德·特朗普就迫不及待地 公布了他心中的打人 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J.D.威斯 这个在特朗普最后时刻 才做出决定的人选 今年只有39岁 可以说是绝对的精英 并且还是一个典型的 从草根阶层一路逆袭而成的 明星政治家 根据先前的资料 在万斯担任参议员 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一直是Mega的坚定支持者 尤其是在外交政策 贸易和移民方面 都是特朗普长期政治政策 让美国再次伟大 抑成最有力的捍卫者之一 正是这样的忠心感动了特朗普 让其在个人社交网站上深情的写道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思考 并考虑到其他许多人的巨大才能 我决定最适合担任美国副总统一职的人 是来自伟大的俄亥俄州的参议员J.D.威斯 J.D.曾在海军陆战队光荣的 为我们国家服务 以最优异的成绩 两年内从俄泰俄州立大学毕业 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 曾任耶鲁法律杂志编辑 和耶鲁法律退伍军人协会主席 J.D.的著作 《Hubility Allergy》 成为主要的畅销书和电影 因为这本书为我们国家 辛勤工作的男男女女树立了榜票 J.D.在技术和金融领域 拥有非常成功的商业生涯 现在在竞选期间 他将大力关注他为之奋斗的人们 即宾夕法尼亚州 密歇根州 威斯康星州 俄罕俄州 明尼苏达州 以及更远地区的美国工人和农民 尽管此刻的特朗普 对这位年轻的追随者 绝对的认可充满信心 然而殊不知 更年轻时候的J.D.万斯 竟然是个十足的特朗普批判家 早在2016年 也就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大一年 万斯出版了《畅销回忆录》 乡下人的晚哥 一时间风靡全美 但事实上 2016年万斯并没有投稿给特朗普 并在那段时间 在推特上写道 我的天哪 真是个白痴 我的上帝 真是个白痴 但特朗普上任没多久 万斯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并且还偶然间 与特朗普的小儿子 成为了好友 对此 小唐纳德还曾在 《每日邮报》的网站上说 在政界 你会结识很多人 但J.D. 是一个伟大而忠诚的人 他已经成为真正的朋友 在两年前的中期选举 竞选和还有个参议员时 万斯曾表示 很多人改变了对特朗普的看法 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我们的很多选民 并不介意过去 因为 现在这些看法 是基于我看到的事实 是诚实的 上周六 刺客的子弹 击中了前总统特朗普的耳朵 在过去的48小时里 随时副总统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 因为很可能他的竞选伙伴 必须做好在短时间内上任的准备 而现在 人们期待被提名的万斯 能激励特朗普的基础选民 并为竞选 注入一些迁徙一代的活力 他的俄亥俄州 蓝领噱头 也将有助于在威斯康星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 等所谓的蓝墙州 击败现在的总统乔拜登 这正如众议院议长 迈克·约翰逊所说 特朗普需要一位 具有创新理念 并能向每一位美国选民 阐述这些理念的副总统 J.D. Weiss 恰恰完全符合这一要求 他还呼吁 现在是团结我们国家的时候了 我们迫切希望 扩大我们的众议院多数席位 并与这张选票一起努力 再次恢复美国的伟大 说起被提名的J.D. Weiss 并不是一记绝尘 没有对手 有内部人士称 另外两名最终获选人 是佛罗里达州参议员 马可·卢比奥 和北达科达州州州长 道格·伯格姆 尤其是伯格姆 得到了媒体大亨 鲁伯特·莫多克的大力支持 他希望有一个更温和 更克制的声音接近特朗普 但这显然还不够 即使上周媒体上出现了 一连串的攻击文章 国财市场仍宣布 万斯是当之无愧的领袍者 如今78岁的特朗普 选中了39岁的万斯 将近40载的年龄差 超级富豪与标准男女的出身 会触碰出怎样的火花 带给千万选民怎样的感受呢 让我们静观接下来的 2024美国大选的精彩金城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加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